今天是2023年6月7日 今天我们看看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比赛 在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有很多重磅的比赛 so contact 10月份越南赛 菲律宾赛 巴西7月7号到9号 这些比赛运动员都可以去参见 巴西我记得陈康也去过 你不要认为巴西人家就是主场 上回在陈康人家也巴西也取得冠军了 然后是今年年中发卡最多的一场比赛 之一美国NPC冠军赛发79张 我的天哪 去年取得冠军拿起小剑的 看着有点眼熟 这小伙子脸有点方啊 怎么有点像啊 没头发的方脸脱啊 哎呦 加上头发成方头鹏了 原来是他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在Galifornia Pro取得 前五的方头鹏啊 美国当地的健美好者可以参加这场比赛 去试一试拿卡 因为卡太多了 话说回来方头鹏 你再看方头鹏的媳妇 我的天哪 他媳妇也是挺阳刚 那个劲儿有点长得像 长头发蜘蛛侠 再看长博小怪兽 最近这个小伙子非常活跃 你看穿那个衣服 什么叫什么 N-E-B-B-I-A 合起来叫尼比亚 长博小怪兽突然间决定 参加西班牙的 EP Pro Classic比赛 这场比赛有Open 古典 Figure 比基尼 Wellness 和男子 剑体 还挺全 就查了一个212 我们看一下长博小怪兽的状态 可以啊 已经在这场比赛预定了冠军 I-B-B国际健美联合会 转到职业联盟 小怪兽的体积 说实话 在国际健美联合会 也不算小 但属于个儿大 脖子长 跟小将 Nik相比呢 两个人还有点区别 小将 Nik个儿稍微矮点 脖子很短粗 而且他的斜方肌和脖子 已经长成了一体 脖子长的健美运动员呢 整体世界来说 他长得好看 你能分出哪是头 哪是脖 不会说一体化 像那种星星式的 三角式那种头啊 那就不太好看了 长博小怪兽 参加本地赛冠军呢 都是基本上200% 没问题 经过了一年的过渡期 或者叫等待期 毕竟他是转会过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啊 长博小怪兽的 今年准备发力 职业联盟也要点面子 那个意思就是 国际健美联合会 你过来大将 先晾一下 这也是俩手的一个过程 其实也正常 杰尔米备战奥赛 突然展示出自己的状态 但是他突然不露脸了 这脸上到底什么情况 难道是痘痘太多吗 没关系啊 咱们给补一下 你别说啊 补完了之后 这俩人还真长得就是一样啊 一看就是他 际草转场去华盛顿 目前看呢 还是有一定风险 因为呢 Victor已经两次取得第二了 重磅比赛 纽约职业破 人家已经取得第二了 华盛顿你再厉害 你赶不上纽约职业破啊 Victor现在俩人叼着来啊 你展示尖 我也展示尖 你看这Vicker的尖呢 比较圆 他个头比较矮 然后史迪文曹 突然展示出背后的两大素 史迪文曹 咱们知道背后的架子非常大 两大素非常好看 也是史迪文曹的一个强项 Victor也不示弱 突然展示出了自己的背部 整个肌肉的凹陷很深 那说明肌肉很饱满 但是背后呢 小豆子挺多 前两天 北京奥赛 我们关注一下 蒋孙浩在台上的表现 从在运动员 双手自然放松 缓缓走向前台 这么一过程呢 我发现蒋孙浩呢 整个肌肉 特别是腰两边 肌肉不够紧 这第一眼 给裁判留下的印象 可能不是很好 一看见两边肉比较多 马上标记了一下 那前三可能就没戏了 下一场比赛 腰两边给人感觉 一定要紧 把这个裤子的裤头呢 一定要往上拉 要显得你腰非常细 因为你有一个自然放松 往上走一个环节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双手插腰之后 给人的感觉 确实眼前一连 这回的肩和胸的交接处 处理的不错 但是胸下眼呢 感觉还是有些flat 但是这只是个人展示 一会看一下 其他运动员对比展示 从背部来说 个人展示 我觉得背部 看起来也是不错 后背两大速挺明显 但是略显flat 还是有一种肌肉不够紧 不够干那种感觉啊 在这个posting 有一点就显出呢 有一些劣势 就是箭头指的地方 这种怎么调整呢 可以稍微站直一点 整体看起来 我觉得要比在韩国拿卡赛 我觉得状态要好一点啊 从几位小组冠军 现场对比来看 双手插腰的蒋孙浩 其实在场上 还算是比较惊艳的 这个姿势 从正面来说 应该是可以给个第三的 背部展示来看的 很显然第一名啊 非洲卡洛斯和刘猛义 那两个人还是最强 而第三名 黎润泽和蒋孙浩 比我觉得两个人 还是差不多的 但是第三名黎润泽呢 个数比较高 上升股价的 显得呢 稍微有点大 接下来正策展 蒋孙浩和第三名 感觉呢 这个第三名 感觉肌肉呢 稍微干一些 稍微亮一些 远看蒋孙浩 还是胸的立体感不足 下眼外眼 应该再加强 第三名胸部的立体感 就稍微强一些 相对来说 肌肉也看起来比较紧 体看一二三名 在这组posting 还是比较的亮眼 而非洲卡洛斯和刘猛义 其实上 我觉得不相上下 蒋孙浩呢 也不要灰心 调整一下 看这个台上 这几位选手呢 朝他们这种状态出发 我觉得下次 比赛问题就不大了 接下来又是一组 背部的展示 非洲卡洛斯呢 在背部展示呢 也确实感觉非常丰满 整个的阴影呢 陷得很深啊 肉眼呢 一看就能分辨出来 而这个posting呢 第三号呢 要比蒋孙浩 看起来更 更好看一些 这次蒋孙浩呢 发挥了自己 最好的状态 把完美的一面呢 呈现给了裁判和观众 调整状态之后 下次成绩会更好 接下来从古典 转到212的小将 科恩啊 他展示出了自己 还有十个星期 德克萨斯普 小将一路走来 大麦哥也是关注六年了 从当时的啊 这个古典小将 到和陈康一起打古典 然后中间 换教练和弗莱克斯 惠勒也发生了一些事件 然后从古典转到212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爱 人生就是这样 时间不停的流逝 年少青春成熟 吃奶 接下来我说一下 这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让我眼前一亮 这不是年轻时候的 小将科恩吗 当然手臂和科恩 还差点意思 但是有那种感觉了 小伙子名叫Dego 长得呢 却有点意思 为什么 他长得有点像 我原来一个同学啊 他名字姓梗 说起青年大将 你看这位小伙子 有多大岁数 小伙子肌肉形态不错 完全是一个pro的水平 但是他还没有拿卡 马上就要参加 自己的拿卡赛 现在年轻的大将是越来越多 小伙子我跟你说 今年只有20岁 你看看20岁的尖 20岁的腿 20岁的手臂 你看他20岁 你再看另一位20岁的健身网红 口渴小李 那口渴小李 这20岁的状态 有点惨不忍睹啊 这里让我想起了这两天 我注意到 有一位叫叫治理的大将 他可能是位香港小伙子 他这个肌肉形态 我觉得是特别好 好到什么程度 当你看见这样的形态 马上就记住他了 身材比例非常好 虽然个头不高 腿部三角肌 整体感觉的特别好 小伙子额头非常大 长得非常精神 两边踢脱了之后 能看出帅气的耳平 而这张照片 让我更加赞叹 小伙子的形体 是真棒 出了形态 肌肉的感觉 这种纹理 这种健康度 好远好于大将 尼克 大将 伊恩 包括像古典 克里斯 他都没有这样的肌肉 纹理 这种肉让人看起来是非常新鲜 可人 这小伙子他还不是职业运动员吗 多伦多职业赛之后出大事了 为什么 这个许德冠军的大将 伊恩 备受争议啊 他这个胸肌两边黑了巴 记得到底怎么回事 而且戈备的表现也并不是很好 相比左边的这个埃及大将 莫斯塔法 整个呢 从细节啊 到肌肉的体积 完全不输这个小将伊恩呢 如果光几个人质疑 人家也不爱搭理你 现在质疑的人多呢 战农的这伊恩呢 不得不出面澄清 背部来说呢 是两个人都差不多 而莫斯塔法背部的面积 要比他更大 而且呢 莫斯塔法整个背部从起来 从出十点 要比他更往靠近臀部 那策展就不用说了 仔细看一下 策展两个人的胳膊 你再看伊恩的胳膊 你再看莫斯塔法的胳膊 是不是 那伊恩那个整个就一桶啊 有形状吗 这你不能太明显呢 是不是 你埃及人的小伙子 老老实实人 招谁惹谁了 就因为你媳妇的弟弟 是克里斯吗 你再看整个伊恩的胸部 伊恩的胸部 整个攒起来之后没了 就缩成一块了 就跟那面包一抓 一下就缩成面团那种感觉 或者说你称为肌肉收缩 肌肉收缩没了 他这个肌肉是抹油抹的 还是就这两边是 还是曾经有问题啊 这衔接处老是 那个嘎住我那儿 黑巴在Q的 有人质疑你这胸 是不是拉伸过受个伤啊 往里打了几次 封闭是咋的呀 但是老是小伙子 莫斯塔法人也不放弃 人家不理你 是不是 还有四个星期 7月1号人家准备 奥兰多比赛再试一场 由于质疑的人太多 伊恩不得不出来表表态 不仅他表态 他的教练知名教练 马特也出来表态了 他表态的全程内容 我们放在最后 接近尾声阿波迪乌 展示出了自己的状态啊 从一个健身网红 到现在一个职业运动员 他往职业的路上 越走越近 在网红的路上 是越走越远 而且从社交媒体的 关注度就能看出来 当网红 你看看德国的一个 拉斯哥就能有800万 像他这种搞笑类的 至少在400万之上 但是一走上专业路线 才200万 就像刚才说的 时间在流逝 人家组成了家庭啊 马上就要当父亲了 像这样的传统健美大将 有孩子 那可是值得庆幸 为什么 有的健美大将是家里无后 比如像杰卡特 就是其中一位 在亚洲人的观念里 接受不了啊 你这是家里 真的是没有接班人啊 只能与小狗相伴 而和他命运相连呢 就是菲尔西斯 接替他的菲尔西斯 也是同样一个命运 他也没有孩子 只能和小狗相伴 把小狗当成儿子 这是谁的问题 我想这不是女方的问题 那更不是黑眼爸哈哈的问题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节目最后是 大将一人面对 众多质疑的自我表态 咱们帮你分享 关注和点赞 怎么着 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 and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environment for us to be in for the Olympia prep so that's the plan in terms of Toronto I'm extremely happy with the package that we brought to Toronto I think it was a significant market improvement from the Olympia you know I think my peak was very good you know in terms of the conditioning the fullness the overall crispness of my physique I was very happy with I thought my back shots looked significantly better and that was also the feedback I got from Tyler there was that my back shots did look significantly better he was happy with the progress I made on those now what the the conversation seems to be about right now is if it's not my back it's not my calves or something it seems to be my chest is this the newest one so and the truth is I don't know I don't feel an injury there I don't have an injury no injury occurred just like with my back whatever that you know conversation that was going on at the time there was no injury that I was aware of the same goes for my chest I don't have anything there that I'm aware of you know can I see what people are referring to sure but I also have pictures at different points in my career where this spot in my chest on both pecs kind of alternating at times throughout my career was more apparent and more prevalent than it was at other times you know I have pictures from 2021 Texas Pro hitting a crab most muscular and different most muscular variations where you can see it on the other pec where there's a little bit of retraction in that same spot in the center I have pictures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you know being an amateur my early days in a pro where I have it on the other pec when I'm at a certain level of conditioning and then I also have some years where you know when I'm bursting full like 2019 Vancouver where you can't see it so I don't have an answer to this I'm obviously going to look into it I'm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everything is good there and whatever we can do to make it look as absolutely best as possible come the Olympia you know whether it's therapy work massage work or if there is some kind of you know dying off or you know lack of blood flow or nerve activation or something in there make sure I'm getting whatever work needs to be done if it's stem cells massage work I don't know what it is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there but I can tell you don't feel any injury there was no injury that occurred during training or anything of the sorts but obviously my goal as a bodybuilder is to always improve and if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you know a small flaw in my physique that we can see we obviously want to make it better I appreciate that everyone cares enough to you know show a level of concern for what may be going on in my physique but the thing is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don't know I don't have the answers that I'm not by any level trying to avoid that conversation and that's why I felt it was necessary to put this out and just address it so that it doesn't look like there's any level of avoidance here so yeah I mean that's the plan is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make it look better um you know just like I did with my back from the Olympia you know i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ere um you know some things through training some things through posing some things through just our peak and the fullness and pop helping make that back look better um but just like there is there with my chest there's no injuries that I'm aware of that I I felt maybe I could get an MRI and look into that uh more um and that's that's exactly what we'll do when we're back down in Florida but yeah um I'm very excited to continue to improve with Matt I think that you know as anyone knows with my physique the longer I kind of go into a season historically the better I get and we did push down really hard for the show uh to get the conditioning where we wanted it so now that we're already in condition um and not having to push down quite as hard I think we have some time to really make some som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here um but yeah I just want to be an open book with you guys um you know whenever I know anything and we're you know making any headway in terms of our knowledge um and whatever we're going to do to try and improve that I'll absolutely let you guys know um but other than that thanks guys thanks for your concern uh thank you everybody for the support uh thank you everybody that came out to Toronto or everybody that bought the live stream to support um and yeah we'll keep you guys in the loop and thanks for watching guys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guys